大家好,我是黑眼骑士 刚刚我买了一把 这个东西 别担心,这是一款软弹玩具 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很想有一把 能够模拟设计的玩具 但是目前现在 中国的这种政策管理会比较严 所以在合法的玩具中 能买来 最适合体验设计感的玩具 我觉得是这一款 这款品牌为鹦鹉的一款软弹枪 我觉得它最有打气弹 所以今天搞一把 我们看看效果怎么样 小叔最喜欢玩那种 能打BB弹的手枪玩具 但是现在那个东西 已被判定为仿真枪 是违反自然管理法的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玩具 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设计呢 这是一款软弹玩具 40岁以上 它是有国家 指定的3C认证 可以看到3C安全认证 所以它是完全合法的玩具 大家看看什么样吧 看到吗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它的子弹 这是它的子弹 软弹海绵做的 没办法 有这个已经不错了 那我们看看它的主体枪 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一把软弹玩具 有很多的软弹枪 但是我选了这一把 是因为它结果最紧凑 按说应该 威力应该还可以 射速应该也可以 并且它有金属键 这上面有金属 金属键 金属活塞 对了 空窗挂机 它里面没有子弹 它就会这样子 我得想办法把它弄下来 枪身是采用尼龙制作的 尼龙 这是尼龙 然后这个是活塞 这是铝管 枪管也是铝合金管 整把枪是一块 没有仿造任何制式枪之外形 所以它外观上不可能构成仿正枪的外观 因为它不仿造任何现役的 不仿造任何制式枪之的造型 没有这种造型的枪 所以它就是一款玩具 这是它的大火塞 气量很大 当然它的枪管也很大 适合发生这种海绵弹 设计了玩具 无线队的那上面立着的一个指向打一下 哇 力道还挺大 哇 有这么高的力道 好了 没弹了 空长挂机 力道感觉还不错 射出去的力道有这么大 但是进度感觉非常射弹 我感觉它子弹射出去是飘的 所以我换上了 这个子弹 这也是软弹 轴结弹 听说这种子弹要直一点 不过再直再直 能走到哪去了 因为打了进去的目标 不是 打了 打了 本身有一点 bakın 打了 ung 的 呃 闕 插 冷 过 像这样的距离打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想朝外面来一发 朝窗外面来一发怎么样 好 现在我的目标是打进那个房子的窗户里 那里面没人住 哇 可以看到即使是用这个窗戒弹 弹道也不是很直 还行嘛 这样已经不错了 其实这玩意儿的射程还是有那么远的 大概大概抛射距离能达到20米 抛射就是抛物线很强的时候 不过它的精度实在是应该是最少是和以前的BB枪是没法比了 也就是感受一下射击的感觉 不过它配这个东西我估计也没什么的作用 激光灯 激光点 这个东西 故意装上去也不会是大作用 因为它的子弹它就不能飞得很直 我们试试看吧 也许在5到10米的距离内有一定的作用呢 装上去了啊 没用没用 我一笔画就知道 我一瞄看这个点就知道 它完全不在这个上面 当然经过调节以后 它左右应该是没问题 但上下怎么也调不重合 所以我现在就算瞄东西也不能正对着上面瞄 比如说我们来试这个植被 瞄的身体是打不中的 诶 可以 得瞄上面 上面一部分 它会打中下面 因为点调到了最低 它还是不够低 好 朋友们怎么样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它是我觉得最紧凑的一把软杆枪 我见过的所有软杆枪 都是造了一个很大的壳子 绝大多数部分都是多余的 但这个东西它很紧凑 外面就是气缸 下面一点塑料 拿过来玩 感受射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么很多朋友要问了 这个东西打人事上会怎么样呢 理论上是安全的 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顶多是有点痛 所以我现在要对着自己来一下 你们看看 其实也挺痛啊 还行 还行啊 你看到子弹了 瘦得了 对着脖子带着 没事 没大事 因为这软弹很轻 所以它能飞得很远 现在朋友们 那么今天对于这款燃烈枪 使用测评到的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